大家好,我是小宁 今天我们来看一栋位于五藏小山的投资公寓 公寓位于东京只有一和之隔的川崎市五藏小山站 因特有的人文环境、地理位置、未来发展前景 周边生活设施齐全 而旅登东京首都圈最具理想的街区排行榜 成为日本自住或投资的最佳选择之一 从这里前往色谷、品川、东京、横滨等大车站都十分便捷 公寓步行十分钟以内有超市、公园、便利店等设施 除了东极东宏县的五藏小山站 还有多条地铁线可以使用 其中包括JR路南武县、横须鹤县、湘南新宿县、木黑县 这栋投资楼位于商业地域 不兴置五藏小山车站7分钟 新丸子车站只要3分钟 投资楼占地115.82平方米 建筑面积446.18平方米 房产和土地都是永久所有权 大楼是2021年2月份竣工完成 整栋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地上9层,共16户 其中包括单身公寓14户 最顶层的仪式一厅和一楼的临街店铺 目前2到9楼居住的15户已满足 如果喜欢日本文化或频繁来往中日之间 可以把顶楼的9楼留作自住 客厅宽敞舒适、视野良好、采光充足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这座大楼6楼以上的公寓可以看到富士山 绝对调达普通的经济酒店 自住投资两部物 一楼的临街店铺也可以自己经营 节省经费总价4亿5600万日元 约2650万人民币 预计年收入2054.4万日元 回报率4.5% 那我们现在先来到这个大楼的店铺 店铺的面积是30平方米左右 不油烟机还有电线都给你排好了 到时候把这个墙纸还有地毯一铺 就可以作为这个事务所来使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 这个楼是新楼 今年2月份刚刚建好的 这边是下水道的出口 这边是排风餐 可以隔一个厨房或者是洗手间 一楼这个店铺它的招租的金额 是18万日元每个月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楼的大门的入口处 然后这边是带感应装置的电溜门 然后这边还有宅机配的一个地方 然后有什么包裹的话就可以放在这里 16户每一户的邮箱是放置在这里的 这边是一个电视板 感觉这个还是很漂亮的 高大上的感觉 这个电梯也不错啊 是三菱的 电梯是非常快 非常安静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八楼的一间房间 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 它这个楼呢 每一层有两户 然后左右两户呢 分配各面都是有窗户的 都是脚步屋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间户型呢 它的总的面积呢 是20.09平方米 它的格局呢 是1K的格局 现在我来到这个悬崩的位置啊 都是日本比较传统的这种格局 左侧呢是一排收纳空间啊 是斜柜的收纳空间 然后这边是放置洗衣机的地方 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收纳空间 再往前走呢 这边是热水器的控制面板 然后我们看一下右手边 右手边呢是灌洗室和马桶 马桶呢也是智能马桶 灌洗室和这个卫生间是在一体的这种结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这个洗面台呢 在往里深处呢 非常精致的一个浴室 浴室的上方呢 也有风干浴霸 还有换气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装置 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洗面台啊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洗面台 它也是戳拉式的 然后这个冷热也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呢 这边是一个两口的 在家里的燃气灶 下面呢是收纳空间 这个灶台呢 是采用的是这种金属的 比那种塑料的感觉更高档 然后清洗也是比较好清洗的 上面呢是除原机 有三个不同的档位 然后这边有个小的收纳 再往里呢 就是放置这个电明箱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吧 我们这个房间呢 是位于这个脚步五 两侧都是有窗户的 站立式的一个收纳空间 可以挂衣服 这边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挂衣杆 两边都可以挂 空调呢 采用的是三连牌的 米斯比西的一个空调 这个楼呢 它每个房间都是有无线的WiFi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阳台是什么的吧 哇 这个采光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看一下我们那边 那边是两个躺楼啊 然后我们面前呢 也是没有什么高大的一些楼 可以挡碍我们的视线的 这套投资楼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贷款的话 这个楼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大家想考虑贷款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复兴街道漫步中 结束本期的视频 我是小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